目前PayPal裡面PO最多的除了Fan哥之外 请问谁是第二名 来请回答 答案是 我回去再查 还没有播 答案是老爹或者是老爹 大家好 我是公民记者阿Ben 很荣幸受到PayPal新任的剑雄召集人 邀请来跟大家分享我担任公民记者 我想这么多年来 我2009年加入PayPal 到现在已经14年了 14年这段期间 我想在座的有很多的朋友 都一起成长 包括杰莉 包括大姐等等的 自己有很多的心得 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兼回答刚刚有关的问题 下一段开始 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先说明四个部分 我为什么要担任公民记者 第一个就是刚刚我要讲话 你骂没有用 第二个 当政公民记者有三个阶段 再来就是我藉由采访 来丰富我自己的人生 我才有办法持久 第四个呢 我的心得的建议 下一张 我想我为什么当政公民记者 我本身是地质跟随族保持的祭司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推动地质法 就是土石流山崩 一样的 刚刚我们跟政府讲 来报导来报导 有一次我到公司 那还有一些电视台 去做一些谈话性节目 就说地质法是让人民有资的权利 在地质上 政府每年花了那么多的钱做地质调查 你要告诉民众 你做完之后 你会放在仓库里面干什么呢? 那告诉民众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就做土地的健康检查 所以你要买房子 盖房子 你要注意什么 这人民有资的权利 那后来因为就是没有地质法 不能随便说这里危险 这里危险 你没有公薪利税 我们要推动地质法 但是那时候我才了解记者 记者来报导的时候 据我了解 他们做一则报导 好像30秒的成本 至少要3万块到4万块 一分30秒 你看嘛 一个媒体记者 一个摄影记者 一个文字记者 拆费 旅费等等的 所以基本上好像说 几万块 四五万块起跳 所以你一则报导 没有足够的点阅率 他是不报的 那我们觉得我的议题很重要 后来我参加了 有话好说节目公共电视台的 我就说 你们电视台怎么不报呢? 后来他就说 有很多因素 民意代表讲不讲呢 也有很多因素 最后有话好说 製作人跟我讲 你自己当记者自己报啊 我真的假的 我要做什么记者 结果后来我就回去 就加入了公民记者 因为我想要让帝司法过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 研究一个指令指令 结果完了之后 做了一个两分钟的报导 真的是很粗糙 那我怎么做呢? 最开始我是用魏力导演 4.0吧 我回来之后一个朋友 魏力导演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结婚要用的 他要做魏力导演 要办结婚剪辑嘛 你加我加我 加完之后 我就开始做一个报导 做了两分钟报导 我就开始骂政府官员 不要说骂啦 我就说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们应该来处理 你们要来推动这个法律 最后我就从总统府行政院 各个什么东西都有信箱 把我做的报导连结传出去 那四五百个 花个半个钟头而已 传闻之后 真的不到三分钟五分钟之后 就有回应回来了 慢慢的这个法一年后通过 我就那时候给我感觉就是说 我自己讲话 比如说今天为什么我们当公民记者 我去关注公共的事务 我做完了 我报导之后产生影响力 不见得你直接影响力 你可能影响到政府官员 你可能影响到商业媒体 慢慢慢慢的一个小漩涡出来 这是我的初衷 所以我是为了推动地质法 而加入了公民记者 是有目的性的 然后加入之后 我就做这个报导 面对真相地质敏感 那就到处讲 最后就通过了 OK 下一张 然后呢 我就来研究公民记者是什么 我记得刚刚好用也一位 还问我说什么叫公民记者 其实公民记者基本上就是 现在来讲就是你直播者 你直播你是报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公民记者就是 你报导公共事务的事情就插在这里 所以后来呢 我就去找了相关的资料 根据2011年7月29号大法官解释函 第689号指出 新闻自由所保障的新闻采访自由 并非保障隶属于新闻机构的新闻记者 不像台式华式什么东西 亦保障一般人未提供新闻价值的资讯于众 所以我们一般民众 未提供新闻价值的资讯 或未促进公共事务讨论以监督政府 而从事之新闻采访行为 所以我们是大法官解释函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这是事实上 再来什么叫记者 我们现在我们有建筑师律师什么师 但是我们有一个行业叫做记者 你可能是高雄中学的校刊记者 你可能是新闻某某社区大学的记者 你可能是公共电视台 PayPal公民新闻台的记者 那我们如果说拿记者这个证的话 你是可以到几乎我参加过的 你到内政部什么区委会等等 你只要拿这个信去 一般来讲到立法院进去不会挡你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关键在你有时间你想去拍 你有时间想去拍都可以 我们的权利是同于一般的 你看那些记者 那之前我在山庄去嘛 只是大家都很大只 我的那么小只 算了好位置给你们 我在旁边站就好了 而且有办法就只有自己拍而已 其实我们的权利是跟他们一样的 不要自我菲薄 大家都有一样的权利 跟电视媒体一模一样 下一张 然后呢 公民记者是以公民为立场的新闻报道者 其特色有三个 第一个 独立自主没有领薪水 有啦被采用一千块了 但是不见得每一次都会用 可能二十分之一 再来公民记者来自于各行各业 如果你有各自的专业去做报道 比记者都还来的专业 像我们是地址跟水族保持 我做这个部分绝对比他们专业 第三个呢 利用网际网路做新闻平台 这是随着科技在进步 我们自己就可以成立一个有力的一个报道 所以以前叫新闻系跟传播系 以前我们新闻系是什么呢? 怎么做新闻 传播系什么? 你怎么传播出去? 后来发觉传播比较重要 你新闻做得很好 没有传播没有用 ok 这有两个差别 下一张 好 再来呢 我的心得是公民记者是什么呢? 就是公民新闻的报道者 我们自己报道 自己传播 最后我自己受惠 这是最重要的 你一般在商业媒体的记者 比如今天某某什么来了 老板说你去报道一下 因为你理薪水你就去报道 那当然你就会依据主管所给你的指令 去做他想要的报道 就是会有偏颇 我们自己的偏颇就是什么? 我是受惠者 所以我是增进人性关系 丰富人生体验 谢谢 嗯 谢谢大家